近日由Yaya Dance Academy与圣幕非盈利组织 联媒打造的明日之星舞蹈大赛 在洛杉矶圆满落幕 在本次大赛中 参赛者表演了包括芭蕾、民族、爵士、 现代舞、音乐剧等各种舞蹈类型 从单人舞、双人舞到群舞 多元的表演组别呈现出舞蹈艺术的多样性 从3岁到70岁 参赛者的年龄跨度大 参赛节目多达50个 参赛人数超过100人 充分展现了社区对舞蹈艺术的热爱与支持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当中 孩子们很多的节目都非常的精彩 也很专业 我们的终止就是在用有限的时间 可以培养他们专业的水准 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洛杉矶 为我们的华人的下一代 甚至把我们的中国文化 推广到主流的媒体和社区和社团 来给我们的这个华人争光 据了解 本次比赛所有参赛作品均获得了 Yaya Dance Academy的12位专业老师的 悉心指导和精心编排 专业的舞蹈评委Angela Rosenkranz Chad Holt Tricia Rapier为参赛作品进行了公正的评价 通过他们的专业眼光和经验 成功评选出了最高评委特别奖三组 进奖十五组 在当天晚些时候 大赛还向近600名社区观众 呈现了一场由Yaya Dance Academy 精心挑选出的30支精品舞蹈的年度舞蹈盛宴 雅艺舞蹈学现在教育了我 起到许多道理 不仅是舞蹈技巧 更多的是人身上的道理 很多时候在排练的时候 Yaya老师会给我们很多教导 是非常不同方面的 我非常感谢Yaya老师 她四年的专陪 谢谢 Yaya Dance Academy校长Yaya Zhang 还在当天表示 希望借此机会能让更多的人 接触和了解舞蹈艺术 激发他们的艺术才能 并为社区的艺术氛围和文化多元性 做出贡献 而本次舞蹈大赛的成功举办 不仅展现了舞者们的才华 和舞蹈艺术的魅力 也为社区的艺术氛围 注入了新的活力 提升了社区的文化多元性 和艺术生活品质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